今天的故事的名字呢 叫我是霸王龙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这张图片上有一只什么 有一只什么 大恐龙 大恐龙 对有一只大恐龙 嗯大恐龙 他是他是他的名字叫做霸王龙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霸王龙长什么样 长什么样子 好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颜色的 什么颜色的 黑色 什么颜色的 对它有点绿绿的 对有点绿绿的 嗯生绿色 然后它是有 对有点黑黑的有点绿绿的 好它身上有红色的什么点点对不对 嗯好 我看它的 它的牙齿 它的牙齿怎么样 很锋利 好尖 对它的牙齿 嗯尖尖的 很锋利 它的爪子呢 也好尖 对它的爪子 也很尖尖 也很锋利 它的背后 它的背后有绿色的什么 绿色的什么 嗯 啊 背后有绿色的小刺 这些刺也很 分离 那它看起来 它看起来怎么样 它看起来怎么样 它看起来是不是很凶 对不对 它有分类的牙齿 还有 爪子 嗯 看起来很凶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到底也讲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好 看这里 以前 以前 很久以前 在一个悬崖顶上 住着 翼龙爸爸 和翼龙妈妈 有一天 翼龙妈妈 下了一个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翼龙爸爸 这是翼龙妈妈 它们都长着什么 这是什么 翼龙 对 它们都长着翼膀 长着翼膀的恐龙 我们叫做翼龙 长着翼膀的恐龙 我们叫翼龙 好 它下了一个蛋 这个蛋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和白色 白色和白色 对 红色和白色 嗯 红色和白色 这是它们的孩子 一天晚上 那个蛋 咕噜咕噜的 转了起来 好 我们看一下 转了起来 大家看发生什么了 它怎么了 它怎么了 这个蛋怎么了 裂开来了 对 这个蛋裂开了 嗯 琵琶可爱的翼龙宝宝 出生了 这个翼龙宝宝 出生了 爸爸和妈妈 高兴的 不得了 它们很用心的 抚养着宝宝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它们怎么抚养宝宝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图片 爸爸在给小翼龙吃什么 吃什么 这是啥 鱼 小鱼 对 他在给它 对 爸爸在给喂 给这个翼龙宝宝 喂小鱼吃 好 爸爸给宝宝 喂了好多好多 吃的东西 多吃点 你要成为一只 强壮的恐龙 所以说爸爸想让宝宝 成为一只 强壮的恐龙 好 我们来看下一页 这是它的妈妈 它的妈妈抱着 抱着什么 抱着小翼龙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妈妈妈抱着宝宝 和它睡觉 你要成为一只 善良的恐龙 所以妈妈想让它 成为一只 什么样的恐龙 什么样的 善良的 对 妈妈想让它 成为一只 善良的 妈妈想让它 成为一只 善良的恐龙 对 善良的恐龙 好 爸爸教它怎么飞行 因为翼龙 是要学会飞的 它们是在天空中飞的 所以爸爸教它 怎么飞行 我们看一下 爸爸说什么 爸爸说 你好好听着 拼命地张开翅膀 用力地踢打地面 乘着风就行了 只要你飞得高 就算遇到粗暴的 可怕的霸王龙 也用不着害怕 这是爸爸告诉它 怎么飞 这是爸爸教它 学会生存的本领 学会飞翔的 一些指使 好 我们看 这会儿天气怎么样了 大家看一下 天气怎么样了 雨 有雨 天气怎么样 对 下雨了 然后妈妈吧 对 下雨了 下雨了 那妈妈把小翼龙藏在了哪里 藏在了哪里 翅膀下 对 妈妈把小翼龙藏在了翅膀的下面 好 寒冷的下雨天里 妈妈用自己的翅膀护着宝宝 妈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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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谁遇到困难 你都要帮助他 好 妈妈把他放到翅膀下面 就跟一把伞一样 所以下雨的时候 宝宝就淋不到雨 好 然后 我们看 然后发生了什么 好 我们看小翼龙怎么 小翼龙慢慢的长大了 对不对 长大了 好 翼龙宝宝 乌乌乌乌的 一天天长大了 终于长得和爸爸一样大了 一天晚上 爸爸看着睡觉的儿子说 这孩子长这么大了 快要和我们分开了 他一个人能行吗 好 我们看一下 妈妈说 不要紧 这孩子已经长大了 看他说什么 说 可是 他还不太会飞呢 那就要靠他自己了 听到爸爸这么说 妈妈忍不住 扑苏苏的流下了眼泪 然后 他俩一起飞上天空 这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夜晚 好 这是爸爸妈妈的一些话 飞上了天空 接下来 好 早晨 小翼龙醒过来 哎呀 爸爸妈妈不见了 他们到哪儿去了呢 是不是去找吃的东西了 可是 等呀 等呀 爸爸妈妈还是没有回来 小翼龙大声的喊叫 爸爸 妈妈 他不停的叫啊 叫啊 所以说 爸爸妈妈这是离开他了 好 现在呢 就是小翼龙一个人了 那大家想一想 爸爸妈妈为什么会离开小翼龙呢 因为他已经长大了 对 因为小翼龙已经长大了 对 长大了 大家说的很好 因为 因为小恐龙 因为恐龙长大之后呢 爸爸妈妈不会永远的陪在他的身边 所以说 他要独自一个人面对生活 就像是我们一样 我们小时候呢 爸爸妈妈陪在我们身边 但是爸爸妈妈不可能永远在我们身边 等我们长大的时候呢 我们要一个人独自面对生活 要去经历生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爸爸妈妈妈走了之后 小翼龙怎么样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小翼龙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这个时候从悬崖底下 好 大家看这是谁来了 谁来了 也是讲的体现 大王龙 对 他有很厉害的牙齿 大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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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王龙 对 他有爪子 还有牙齿 我们来看一下 这会儿霸王龙来了 大家觉得霸王龙 可能会把小翼龙怎么样了 吃掉 对 他因为霸王龙是 霸王龙是吃肉的 他可能会吃掉 吃掉小翼龙 嘿嘿嘿 嘿嘿嘿 一头霸王龙 瞪着眼睛 爬了上来 他瞪着眼睛 他看起来是不是很凶 对不对 他看起来很凶 霸王龙 他很大 小翼龙小小的一只 因为他是吃肉的 他可能把小翼龙 吃掉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会儿发生了什么 好 这么大一只霸王龙 快够着小翼龙了 好 他马上就要抓住小翼龙了 这个时候 看一下 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 好 大家看这座山 看到了吗 这座山怎么样 我有这边缩的 这座山怎么样 这座山在喷什么 对 这个山 火着 在喷什么 坏了 坏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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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什么 坏掉了 这个山 这个山怎么 找火了 它怎么样了 这个山怎么了 坏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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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山是火山喷发了 它着火了 对 它着火了 风 火山 喷火了 大地 咚咚咚的 摇晃起来 霸王龙 从悬崖底上 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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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一下 这里有很多的 什么 这是什么 大家看 这是什么 这有很多的 什么 石头 对 很多石头 因为火山喷发了 很多石头都掉下来了 好 有的石头呢 砸到了 坏王龙 好 我们看一下 光当 霸王龙摔到了地上 看 霸王龙掉在地上了 很多的石头怎么样 把它给怎么样了 砸了 对 石头把它砸了 嗯 石头把它砸到了 小翼龙走过 走过去的时候 霸王龙正痛的 嗷嗷嗷的叫呢 啊 小翼龙想 怎么办呢 爸爸曾经说过 霸王龙是个 霸王龙是个粗暴可怕 这家伙呀 好 他现在被石头砸中了 他还疼得嗷嗷嗷的叫呢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是小翼龙 你会帮助他吗 我当然会啊 帮助他吗 对 故事里就说他会帮助的 故事里不就说他会帮助吗 因为我在日中阅读题上读过这个的其实 嗯 我们来看一下小翼龙接下来会干什么吧 好 过了一会儿霸王龙一动不动了 这个时候小翼龙又想起妈妈曾经说过 不管谁遇到困难 你都要帮助他 好吧 小翼龙把岩石一块一块的搬开 所以说小翼龙决定要帮助他了 然后要帮他把石头搬开 大家看一下这会儿天空是什么颜色的 天空是什么颜色 白色 对白色 所以说这是白天 嗯 白色 白天的时候 那这会儿 天空变成了什么颜色 红色 红色 什么颜色 红色 证明已经下午 对 橘色红色都可以 证明已经下午了 所以说小翼龙帮他搬石头 搬了很久对不对 搬了很久的石头 好 他把岩石全部搬开了 但霸王龙还是一动不动 哎呀 他伤得好厉害呀 要不要紧啊 小翼龙轻轻地说 这个时候 哎呀呀 身 身体动不了了 眼 眼睛也睁不开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霸王龙很伤心 好 霸王龙这会儿眼睛也看不到了 身体也动不了了 他这会儿受伤了 好我们看 接下来小翼龙会怎么办 原来他连眼睛都受伤了 小翼龙正想着 霸王龙突然用很可怕的声音问 谁 谁在那儿 小翼龙吓了一大跳 不由的说 我 我是霸王龙 好 这个时候小翼龙说他是什么 说他是什么 霸王龙 说他是什么 对 说他是霸王龙 他是 其实这个时候 对 好 这个时候呢 小翼龙是为了保护自己 如果他说他是小翼龙 如果他说他是小翼龙的话 霸王龙可能会伤害他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趁着霸王龙眼睛看不见 他说他是霸王龙 其实这是一种保护自己的办法 因为那这枚小翼龙很聪明 他恰如其分的保护了自己 好 看霸王龙说什么 霸王龙说 啊 和我一样的霸王龙 你的 那你的声音怎么那么细 霸王龙 我们看小翼龙说什么 那 那不是因为大声说话 对你的伤口不好吗 小翼龙使出红声力气 扯着嗓子吼叫道 这是小翼龙说的 看看 接下来发生什么 大家看这会儿天气怎么了 天气怎么了 下雨呢 对 下雨了 那小翼龙给大 嗯 对 下雨了 那小翼龙在大 大大的大的那个 霸王龙身上 铺了些什么 这是什么 树叶子 树叶子 对 嗯 树叶子 树叶子 因为下雨了 他想保护霸王龙 所以就铺了很多树叶子 树叶子就像伞一样 保护霸王龙 这样霸王龙就不会被铝着了 好 小翼龙觉得受了伤的霸王龙 好可怜 决定照顾他 下雨天 小翼龙用叶子盖住霸王龙 像妈妈曾经为他做的那样 温柔的 轻轻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霸王龙饿了 小翼龙喂他什么 喂他吃什么 这是什么 红红的什么 红红的 红红的小果子 好 霸王龙 还 小翼龙还喂霸王龙 红果子 好 那小翼龙很好 还喂霸王龙吃果子 小翼龙说 好吃吗 霸王龙说 嗯 好吃 小翼龙说 其实 鱼更好吃 但我还不会飞到海边 不 不 我是说 还不会跳到海边呢 霸王龙一声不响的听着 从这以后 小翼龙不断的把红果子 咸回来 喂霸王龙 就像 爸爸曾经为他做的那样 喂 好多好多 好 那这个故事讲到这里 大家 小翼龙善良吗 善良吗 善良 对 他一只善良的恐龙 那 他帮助了 霸王龙 即使他知道霸王龙很可怕 他也要帮助霸王龙 那 老师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朋友或者说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会帮助他们吗 我当然会 我也会 好 当然会 好 对 我们要像小翼龙一样 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 去帮助他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应该他故事发生了什么 过了好几天 一天晚上 当小翼龙抱着红果子回来时 看见霸王龙正瞪着眼睛 嘴里叼着鱼呢 啊 他站起来了 眼睛也看得近了 小翼龙吓了一大跳 红果子噼里啪啦 掉了下来 听到声音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小翼龙 对不对 小翼龙在这里 他的果子怎么样了 他的果子怎么了 掉了 对 他的果子掉了 嗯 果子掉了 霸王龙嘴里叼着什么 叼着什么 鱼 叼着鱼 好 他的眼睛也能看到了 他也能站起来了 好 我们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霸王龙回过头 叼着鱼 蹦蹦蹦地走了过来 这个时候 小翼龙想起爸爸曾经说过 爸爸说什么 爸爸说 你好好听着 拼命地张开翅膀 用力地拍打地面 乘着风就行了 你飞得高 就算遇到粗暴可怕的霸王龙 也用不着害怕 小翼龙拼命地张开翅膀 啊 我们看看 接下来他怎么样了 好 他怎么了 他怎么了 小翼龙怎么了 飞起来了 对 他飞起来了 飞起来了 嗯 他飞起来了 乘着风就行了 小翼龙觉得 风正托起自己的翅膀 爸爸说的对 我在飞呢 飞得很高 我飞了 乘着南风 小翼龙 扑轰扑轰的 越飞越高 好 望着越来越远 越来越小的霸王龙 小翼龙想 霸王龙的伤好了 眼睛也能看得见了 太好了 如果我真的是头霸王龙 也可能和他成为朋友吧 再见 霸王龙 好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小翼龙要飞走呢 为什么呢 怕被霸王龙吃掉 为什么他要飞走 对 因为他担心 他自己会被 嗯 对 他担心自己 被霸王龙吃掉 所以说他飞走呢 是在保护他自己 那所以说呢 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 或者说 有可能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们也要像 小翼龙一样 保护自己 好 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嗯 好 我们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霸王龙不再追赶小翼龙了 他朝着星空 小声的说 我早就知道你是翼龙 我特地捉来了 你最喜欢的鱼 想和你一起吃 然后看着你的脸 说声 谢谢 真的 谢谢你啊 霸王龙一直一直望着 小翼龙非消失的地方 好 他现在望着小翼龙消失的地方 他坐在山崖上望着这里 好 就是因为小翼龙的善良 小翼龙帮助过霸王龙 所以说霸王龙学会了 觉得他觉得很感动 然后他被善良的小翼龙感动了 好 那 这样的话呢 小翼龙呢 就失去 就是说少了一个敌人 多了一个朋友 正是因为他的善良 嗯 故事讲到这里 那老师问一下 大家喜欢小翼龙吗 喜欢吗 喜欢 喜欢 为什么 喜欢小翼龙呢 嗯 为什么喜欢小翼龙呢 为什么很喜欢小翼龙呢 为什么呢 因为小翼龙怎么了 小翼龙很 小翼龙很善良 是不是 嗯 小翼龙帮助了谁 帮助了谁 霸王龙 小翼龙帮助了 霸王龙 小翼龙帮助了受伤的霸王龙 好 对 他帮助了帮助了霸王龙 他还会 他还保护自己 对不对 他还学会了保护 他还会保护自己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也要像小翼龙一样 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 帮助别人 然后呢 在自己可能遇到危险的时候呢 要保护自己 好 今天的故事呢 就讲到这里 大家回去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霸王龙和小翼龙 再见面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说些什么 霸王龙和小翼龙 可能会成为朋友吗 好 请大家回去想一想 可以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你的朋友 或者爸爸妈妈 看 想一想小翼龙和霸王龙 再见面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好 今天的故事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小朋友的参与 谢谢大家 好 可以走了 可以下课了 可以下课了 拜拜 好 可以下课了 好 拜拜 拜拜 我们下周见 拜拜 下周见 好 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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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m 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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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见